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战争 旷日持久 为了声援巴勒斯坦 60个政党和团体 从今晚10点开始 包围美国驻吉隆坡大使馆 甚至准备扎营 抗议华府支援以色列 其中马金团也会率领党员 到场声援 马金署理团长张又全 下午发文告指出 马金不希望江沙地带继续遭到破坏 也不愿意看到巴勒斯坦人 继续遭到屠杀 于是挺身而出加入示威 截至今晚8点半 警方已经封锁了 敦拉萨路最内侧的道路 并派前警员直勤巡逻 现场只见执法人员和媒体人员 还没有见到示威者的踪影 大马声援巴勒斯坦秘书处早前公告 从今晚开始 在美国大使馆周围扎营 抗争将会持续六天 直到元旦当天 明镜是否则 偿梁是否则 可控制承kennt彩 在美国大使馆周围扎营